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 星期一說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已經同意 將瑞典加入北約的議定書 盡快送交土耳其議會 並且確保議會批准這個議定書 斯托爾·騰貝格在立陶宛北約峰會前夕 與埃爾多安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 會談之後宣布了這個消息 自從去年以來 瑞典加入北約一直受到土耳其的反對 斯托爾·騰貝格對記者說 這是歷史性的一天 因為土耳其明確承諾向大國民議會提交批准文件 並與議會合作確保批准 在星期一較早時候 北約希望在俄烏戰爭爆發500多日後 公開展示團結一致支持烏克蘭 埃爾多安說 除非該軍事組織的歐洲成員 為土耳其加入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集團鋪路 否則他將會阻止瑞典加入北約的道路 他的這個意外宣布 為瑞典成為北約第32個成員的申請 增加了新的不確定性 土耳其已經在阻止他的加入 因為埃爾多安認為 瑞典對富爾德武裝分子 和其他他認為是安全威脅的團體過於軟弱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